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阿官 這不是新聞 這是一場 到今天已經是第七天的抗爭罷工行動 而這一場抗爭罷工行動 怎麼到今天一萬不到收拾呢 工會是不是把人帶到街上去 但是現在是前進不得後退不能呢 我們在今天要持續帶你來做討論 我們邀請到在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桃園市空服園職業工會顧問林家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要請到桃園市空服園職業工會監視曲家瑩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貴賓大家好 好 也要請到財經專家賴清人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網網頭部總監財平章 大家好 要請到優質旅行發展協會會長李齊悅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黃世聰 大家好 好 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在今天媒體的報導 在今天報紙大篇幅報導 雙方似乎現在看起來 是資方打抗議 因為資方說 有白血黑字 再來上談判桌吧 什麼白血黑字呢 你寫了對岸我們再來談 但據說呢 在今天媒體傳出 工會在今天下午要公佈對岸 但是我們等哪等 等哪等 等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他們的對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場的協商 自從那天破局之後 到現在雙方仍然沒有辦法進行協商 所以長榮公司在今天又公佈了最新航班了 最新航班告訴我們 這是一場長期抗爭 因為 呃 在罷工的現場 進行心理戰 進行角力 公司在罷工的現場 播放長榮送 也就是公司的歌 而公會在現場 則不斷的溫情喊話 先帶您來看現場的情況 很多人每天面對家裡的壓力 朋友的壓力 家裡有小孩 基地壓力 我們都知道 我們才覺得你們願意坐在這裡 有多可貴 你們真的不要猶豫 請你們堅持到底 相信我們自己 這首歌是據說是長榮創辦人 張榮發老先生所做 所以公司在現場放的這首歌 很多人就說 嗯 這些就衝一下 真是希望讓我們想到老先生之後 這個能夠軟化嗎 所以大家是不是都在現場 進行心理戰 對 現在兩邊都有點起舞難下 但是以公司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是吃了蹭頭鐵的心 已經確信了 怎麼說你知道 台灣就只有這兩間大間而已 我們一年四個月抹兩次 你說這樣抹下去 台灣一定讓你們抹到位 絕對抹到位 我一個朋友開你行車的 三天三枚都睡不著 飯吃不下去 我說你應該要喝一些心 不然你真的 你只要整個花王就撩兩百塊 這次都四五百 我跟你講為到他們兩邊這樣結 我跟你講這些你行車的老闆 真的你們都四號是不是 你們為到他們兩個 他們都是怎樣 雖然綁票我們這裡的消費者 現在已經二十萬人了 到月底已經八百班 八百班到月底 我們現在你剛才說七月七七對不對 對 同時說好 再加一個星期下去 就移下去 所以超過一千 超過一千 超過一千 超過二十萬人 這二十萬人 尤其七月七七以前 一些那些小孩剛才輸到 爸爸媽媽答應小孩要帶去美國 帶去日本 是呀 現在我們幾個朋友 站在那裡說 欸 這樣要改嗎 我看你實在更安全 所以說你們這次沒有一個 真正我說這個 如果說到月底 才不會不會 那真正大家可能 就是那些消費者 第二可能就是你行車 都送都可以你送 那為什麼今天下午 本來傳出要公佈對岸 你們怎麼沒有公佈對岸呢 我中午才從現場過來 我得到的 而且我有發表聲明 我得到的最新 我當時得到的質詢 是六月二十七號 早上十點才會公佈對岸 因為我們現場有輪班 我們必須讓現場 所有參與罷工的會員 充分討論 所以明天上午 對 所以明天上午會公佈對岸 對 是 當然外界有人解讀 當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你們被迫退讓 得先公佈對岸的標記 這場罷工 你們輸了 我並不認為這是輸了 因為我們不斷的 在整個過程中 包含上次看到的 在利保飯店的協商 我們都不斷的說 我們隨時歡迎公司 跟我們協商 甚至我們當下 call了四點罷工 我們在兩點多的時候 都還跟資方說 歡迎立刻提出 有先進的方案 我們也立刻可以 當作是罷工 啟動後的第一次正式協商 那順利是說 請他們提出一些方案 我們就可以來談 只要有更先進的方案 他們現在告訴你說 你提我才談 那你們先提 你們準備要提 我覺得這個是公會 釋出誠意的一個方式 因為現在公司 他希望我們提對岸 那我們也提給他 那請公司不要再說 他不願意跟我們談 因為事實上我必須要講 公會曾經承諾過端午不罷工 然後在這中間 也想要跟公司協商 是長榮公司拒絕跟我們談 他堅持要股東會之後才來談 而那個時候 6月20號的會議是 勞動部施壓 長榮公司才願意站上談判桌 所以我覺得現在 把所有的過座 推給公會不協商 公會不提對岸 其實上面寫說 被騙很多次 被騙很多次的是公會 不是公會 是公會被騙 不是公司被騙 你們怎麼被騙 很多啊 比如說在我們5月的時候 有兩次的調解會議 是在勞動部 跟交通部的協助之下開程的 那個時候 公司說他會提出對岸 所以我們才跟他上談判桌 連談兩次 公司的方案跟過去 完全沒有差別 到了直播的時候 到了直播的時候 他還在講說 他10年前虧損 有多麼的辛苦 給社會大眾看 那我們就會想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都已經 直播到現場了 已經到最後了 你還在跟我哭訴 你10年前怎麼樣 你怎麼不談談 你寧可被罰100萬的 勞動檢查 你也不願意來跟我們 改善勞動條件嗎 這個 你們現在主動的 提出了一個對岸 既然有對岸 為什麼在6月20號的時候 協商 你沒有出來 我們有提出來 但是公會跟公司 根本不願意跟我們談 你們聽他講了10年 他一直不斷的在談 10年前他今天有 那我問一下 我打個岔 你說你們有提出來 是公司不願談 所以換句話 也就是說你明天提的對岸 跟那一天提的一樣 是啊 當然 所以你們的對岸 並沒有改變嗎 我們有調整 那何必罰工呢 我這邊補充解釋 我們在三次調解後 公司就是不斷 整個過程中 公司就是不斷的跳針跳針 再跳針 他提出的對岸 就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你們的對岸 你們的也是一模一樣 你們明天要提的 跟那天也不一樣 就如同佳偉說的 你們還發向環環相扣 我們還發向環相扣 現在要提對岸了嗎 公司要不要出來談嗎 我們只問這件事情 我講一個邏輯就好 我們又要退讓了 昨天也透過媒體宣布了 到底跟那天也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我們會退讓 所以你們剛剛又說一樣 現在說不一樣 到底不一樣 我來釐清一下 在三次協調 三次調解的時候 公司是跳針跳針再跳針 拿出一模一樣 包含最後你們看到的 直播協商的現場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對公會來講 你們毫無誠意 那我的對岸怎麼提出呢 我們在會前會的時候 就有不斷的充分討論 你要提出真正的對岸 可是你提出的對岸 卻是所謂跟以前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認為誠意何在 這不是強姦我是什麼 對不對 對 那你們現在提的對岸 你們也都完全沒有退讓的 連一絲一毫都沒辦法退讓 不 我們昨天已經發布新聞稿了 大家應該如果有 不是 我說在以前 你剛剛講的公司強姦你 公司強姦你的意見 問題是你們以前的八項 也是彎彎相扣 也是一絲一毫不退 尤其搭便車 尤其董事 我們是不是有承諾 幫我們不罷工 我們是不是有承諾 幫我們不罷工 要進行協商 沒有 那只是你們的戰術 跟戰略 不能這樣子來質疑我們的誠意 我們中間退讓到十幾班 再退讓到九班 我們在 我們在後來跟公司的協商過程中 告訴公司 底線我們就是東京 北京 我們從二十幾班 退讓到東京 北京 還不夠嗎 我非常生氣 所以你們現在的底線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你們的底線 你們到底要什麼 因為現在其實這個社會上 不知道你們要什麼 因為你們一開始說 我們要什麼勞工董事什麼的 你們在退讓 的確你們退讓了 你們的底線到底是什麼 你們到底要跟公司爭什麼 連那個意思是你們都說 可以改變 對 讓我們有一點點的時間 來談這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禁大便車條款的部分 它在團體協約法第十三條裡面 它已經有清楚的規定了 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是按照團體協約法 第十三條來處理 我覺得按照法律來處理 大家都不會有意見 第二個 大家最關注的東西 所謂按照法律處理 你的意思是怎樣 團體協約法第十三條 怎麼定你們怎麼談 我現在民眾只想說 其實禁大便車條款你們退讓了嗎 這是可以補票嗎 你們意思是補票嗎 我們可以 還是不願意 我當然願意 所以你現在叫買票上車條款嗎 補票上車嘛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補票上車嘛 這個東西要到27號 我們才能夠決定 我們兩個人現在 不能夠代表所有的意見 因為27號要給所有的會員大會 來做投票 罷工是要經過投票的 今天要不要停止罷工 當然也要由會員投票來決定 不是我們兩個人 今天在那邊說了算 但我可以告訴各位 關於禁大便車條款 公會有提出退讓的版本 不會跟上次協商一模一樣 第二件事情 關於勞工董事的部分 勞工董事他可以有分三個階層 第一個是資訊公開 第二個是參與會議 第三個是真正進入決策過程 我們會試不同議題的程度 來進行這三項層次的討論 問題是現在不合法 沒有不合法 哪有合法 民營的公司 民營的上市櫃公司 如果通過的話我們跟你講 中鋼 中華電信都有 不是 不是 那是國營 他不是國營 他跟長榮的公司一樣 股票你都可以買得到 不是 官方主導的 表面上他也是官方主導的 我問你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是誰派的 現在中華電信跟中鋼的股份 到底經濟部的持股多少 大家什麼 不是 我看 林小姐 你完全沒有財經的觀念 在股市上面 你最基本的公司 你都可以買得到 這些公司的股票 我要告訴你 林村部長已經說了 這個訴求是合法的 我要講什麼 我告訴你 我做了三十幾年的財經專家 我告訴你林小姐 你根本沒有公司 治理的成績 勞動部長說這是合法的 所以請你不要再說 那請勞動部長下台 中鋼 中華電信 表面上明明話 但是我問你 他的主導權在誰 在政府 好 那今天許民生部長說 勞工董事長誰派的 中華電信的董事長誰派的 現在不要執著這些東西 那你常鋼跟他來比 你剛剛說我訴求不合法 我現在就告訴你 勞動部長說合法 你這一點都沒有 出發點都是錯的 怎麼談 你剛剛說我違法 我就告訴你 勞動部長說是合法的 這樣子就好了 你針對我說我違法 我告訴你 勞動部長說合法 我告訴你 勞動部長也是應該下台 那你請你去跟勞動部長說 不是啊 勞動部長就該下台了 他支持政務官 對這一個所謂政府 派任中華電信 跟中港董事長 完全不懂 當任什麼時候 這個勞動部長 那請問你對勞資爭議很懂嗎 你問那個蘇貞昌 行政務長 是不是他簽成 這個民生命令 趴下去了 請問你對勞動部的相關作業 以及勞資爭議很懂嗎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請你不要輕易的說 蘇利雄上 1,700加上市三位公司的 政管會主委 他怎麼講 他說 如果這樣下去 事情大條 我告訴你 現在所有的老闆只看到你這條 怕就死了 不敢在台灣倒數 好我想不管這個勞工生意 這個我們不想懂 我們是收到來一群 我只想說你什麼時候 可以讓我們飛 長榮趕快把飛機給我伸出來 因為我們的客人 我們要營運 那為什麼這幾天來 很多的空服員 他說他們想要回去扶勤 他們想要到今天為止 已經有200個人說 他們想要回去扶勤 可是為什麼很多的 整個信務都出來說 公會這邊開始給他們做一些 技術性的阻擋 不讓他們把 就是護照拿回家 然後阻止他們回去上班 甚至說他們這些想要回去的 責難他們 然後說他們是資方的走狗 責難他們說他們是叛徒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 好我們看到在今天 因為七月問的問題 也正是我想問的 我不知道公會有沒有霸凌 這些想回去工作的員工們 我們來看有空服員爆料 他說公會裡頭有內鬼 什麼內鬼 就是 竟然有機師把回去扶勤的名單給了公會 沒有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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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不只是給了公會 公會對那些回去扶勤的人 就施壓說 你們為什麼不交三保 你們為什麼回去上班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這邊跟你發誓 人格保證絕對沒有 這是有空服員自己寫的 他說我是罷工的長榮空服員 但我反對公會 為什麼反對公會呢 他說我們沒有想到公會拿到罷工門票之後 在協商會上只談了第一項 日資費就宣布罷工了 我們非常錯愕 好 另外他說 我們在輪班的時候 還要簽到簽退點名 我們不到還要問我們怎麼解釋 甚至於有跟公會要好的機師 把執勤組員的名單交給公會 讓公會各個去逼問 問你為什麼沒有交三保 你為什麼沒有來罷工 這樣的壓力 並不是外人可以想像的 甚至他還說 他們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他還說 有要回去扶勤的員工呢 在經過公司的時候都很害怕 需要遞起來保護 甚至被罵資方狗 有這樣的情況嗎 首先我要先講 大家看一下 右上角 左上角 什麼叫匿名 大家都是出社會的社會賢打 什麼叫匿名 一個匿名的東西 可以來指控什麼東西嗎 這些東西我們都強烈懷疑是資方找人做的 匿名 匿名拿來這邊討論 我第一個就非常質疑這樣的東西 如果真的有這些事 現場 所以我們要問你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 沒有 我這幾天 除了昨天沒有在罷工棚 我每天都在 我每天都在 我們對參加跟不參加 都是很尊重的 都是很尊重的 如果想要取回三保 只要他一程序填申請單 然後讀了律師的聲明書 願意把所有的程序完成 兩天 我們告訴他兩個工作天 就可以還給他 我們絕對沒有所謂的扣留這種事 而且目前已經有三個人拿回去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有兩天 沒有扣留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說 他們要拿手套 會有很多溫情喊話 會有學長 學姐 學妹同期的 好 李大哥我打斷你 難道我不應該嗎 我今天罷工團結權 我今天封鎖線的概念 我難道不應該嗎 我不應該控制我的會員嗎 你應該把人家勸阻嗎 不是勸阻 我不應該聽聽看他 那為什麼公司說 有超過兩百人講回去 他已經決定要拿回來 你就是當下贏獲兩棄 你就給他了 我來做解釋 你為什麼拖延 我來做解釋 第一個 我們沒有拖延 護照台包證 沒關係 我腳穩 不是 剛才你的講話不是這樣 剛才那個曲小姐 講的是 她說她應該 對不對 所有觀眾大家注意 剛才曲小姐的回答是應該 那你們現在只有還人家三個 對不對 就三個人拿回去 對啊 就公司現在說 有兩百個人要來使用 但公司說有兩百個 我們很質疑這個數字 你們質疑這個數字 我們質疑這個數字 但是公司那裡 確實有要拿回三保的人 現在公司說他們已經取消委託了 因為本來他們委託公司幫他們拿 但拿不到 所以他們取消委託之後 公司現在叫他們直接找律師 他們現在要直接幫他們 辦新的護照 有沒有這回事 有 我們的確如果 如果他要辦新的護照 我們尊重他 那如果他可以拿回舊的護照 他何苦要辦新的護照呢 因為我們跟他談 你來這邊 我們把你的護照 跟你的台報證 我們像現金一樣慎重的 放在台灣保全公司的金庫裡面 因為我們不可能放在罷工現場 亂一遺失了我們要負責任的 那這個台灣保全公司的作業程序 需要兩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他來拿 而且目前又有三個人拿回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公司 為什麼要放話說 我們不還給人家 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公司說有兩百個人要來拿護照 我們沒有接到兩百個人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公司的說法 其實大家真的要重新思考一下 不要什麼都被公司的說法牽著走 但是我就想不通了 如果那麼容易拿回舊的護照 又何苦要辦新的護照 因為辦新的護照也是滿麻煩的 你台胞證也要重辦 你很多證監也要重辦 所以我想不通的是 如果公會這麼容易把三寶還給人家 人家何苦要去找律師 我真的心平氣和的跟兩位講 兩天真的太久 你就是這樣出來 他們不管是出記委託書 或者親自來 委託律師來 委託長榮航空公司來 就是他的東西 你就馬上給他 這樣的作業你到銀行 銀行領錢也是馬上給 怎麼會兩天 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你光這兩天 就把你們這個罷工的形象 就給破壞了 我剛剛解釋了 因為我們把它放在 台灣保全公司的地方 沒關係 如果是一樣的話 就不用再說了 但是剛剛你說 這是一個匿名的爆料 所以 無聽無知 我們不能證明它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所以我們有問你 那有另外一個爆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來問你 因為它 講得非常細節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 有個機師說他到現場去 你們罷工的現場 他到台子上去講話了 結果他到台上去 他說罷工走到這一步 他認為是失敗的 他認為工會是自私的 他說他話沒有講完 理事 廖宇齊 他都有指名道姓 會員林玉佳就把他圍住了 把他請下台喝飲料 同時一路尾隨 那有沒有這回事 我覺得這個新聞畫面 在新聞上面 大家都看得到畫面 我想是不是那樣 大家很清楚 我認為廖宇齊跟林玉佳 並沒有去圍著他 也沒有要阻撓他講話的意思 但是有沒有讓他把話講完 他的確有把他的話講完了 他講了非常長的時間 我們看到電視的那個錄影畫面 是非常長的時間 我們沒有阻礙他講話 好 我想觀眾朋友可以透過畫面 自己來判斷 到底工會有沒有不讓人家說話 有沒有不讓人家發表 反對罷工意見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透過畫面 觀眾自己來判斷 來 世聰 我覺得這次的罷工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才您提到這個勞工董事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好了 勞工董事為什麼中鋼那些會有 是因為他們是受到國營事業條例裡面的規定 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你們長榮不是這樣單位 你們長榮是受公司法所管制 所以事實上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們這樣的做法 我們會覺得是說 因為你們都有所謂的學長 學妹制這樣的狀況 我們覺得你們工會裡面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民主機制 你們的民主機制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一直在外面聽到 很多人不願意罷工 但是你們好像是不是 完全被工會綁架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外面可能對你們有非常多的質疑 當然不是啊 我們這次的罷工投票 是超過九成的空服員投下贊成這樣 甚至有律師出來質疑 說你們的罷工是不合法的 那是律師的質疑 就是要問合不合法 我們到法院去做處理 長榮公司現在也一天控告 我們損失3400萬 我們現在在法院來處理 合不合法法院會說了算 我不認為那個律師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那我們也來看看律師的說法 好不好 律師說了什麼呢 來 律師指出了不合法的四項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一項 他講的就是說 依公會法第九條 桃園市的職業公會 不能在桃園以外活動 所以只能設在桃園投票所 設在非桃園的投票所 所投入的投票都是違法的 這一點我們可以請桃園市政府來解釋 因為桃園市政府全程見證 我們罷工投票的過程 他參與了我們罷工開票的現場 在桃園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桃園以外的地區 他說是不合法的 我不認為是合法的 我不是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我們有到高雄市勞動局去做澄清 高雄市勞動局的長官親自出來澄清 這些空服員他的人事資料都在台北 都在桃園南桿總部 他們也要回來這裡受訓 包含非一些在南桿出發的班 他們在人事資料上 他們就是南桿這個總公司的員工 所以他們告訴高雄的主員 請你們放心 有事找我高雄勞動局 你們絕對有合法的會員權益 這個是透過新聞呈現出來的 你們這一次這樣的一個欣慰 現在華航已經有一個說法 長榮航 沒有 華航 華航要把總部遷回台北 所以經過你們這樣罷工一繳禍 我告訴你 你害了鄭文燦 鄭文燦的桃園市 少掉華航總部的稅收 我其實非常直言這個說法 因為華航他從來沒有對外跟我們說 今天新聞已經考慮 他已經考慮了 所以有時候 我也知道林小姐 你準備選這個 桃園的立法委員 我們還蠻信任他的 那我也知道 你對這個政治非常的有熱忱 那你也要選這個桃園的立委 也恭祝你啊 能高票當選 但是你的這樣的一個罷工出來 現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這樣 開玩笑 怎麼職業工會在發動罷工 在干涉罷工 在指導罷工 不應該是企業工會嗎 對 當然現在法律上引起你們職業工會 但是經過 我重點是 你們這一次的罷工啊 大多數的一任是反對的 是不支持你們的 所以你們努力沒有得到效果 沒有得到效果 我告訴你 事情不是這樣結束 後面一大堆的事情 桃園市啊 少掉華航總部的稅收 對桃園市民不好喔 這樣喔 你對你的選這個立委 也有這個危害喔 再過來 說不定法令會修改 考慮除了罷工預告期之外 還要什麼 只能企業工會 就是我長榮行的工會 我才可以發動罷工 別的你都不要來干涉 這個是以後可能會產生的情況 這就是外界一直質疑的是 為什麼發動罷工以及 這一次籌備罷工的是一個 外部工會 不是長榮航空自己內部的工會 好 我來做解釋 這是不是外部的力量在操弄呢 外部工會這完全是公司的說法 法律上面哪有什麼東西 叫做外部工會 他們都是空服員 他們參加空服員職業工會 空服員職業工會 才是真正的內部工會吧 難道他要去參加機師職業工會嗎 所以我非常反對這樣 我想請問妳妳是空服員嗎 我不是空服員 那妳是不是工會的 我不是工會的 我跟大家報告 我實在非常開心 今天上這個節目來做成績 第一件事情 我已經離開空服員職業工會 一年的時間了 我也不在超市長榮工作 那沒有妳不是我知道了 那佳芸呢 我是 妳現在還是空服員 我除了是現任在執勤中的空服員 妳是長榮航空的空服員嗎 是 當然 對 好 她是長榮航空工服員 但是職業工會裡頭 有很多不是長榮航空的工服員 現在長榮航空的空服員 已經超越華航的人數 但是裡面還是有很多 不是長榮航空的工服員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 針對長榮航空的訴求 來進行長榮航空的罷工 難道我要長榮空服員投票 去華航罷工嗎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做 有華航的來投票叫長榮去罷工 沒有 沒有這樣的事情 工會裡頭沒有 不是 我們的投票 非長榮航空的人嗎 有華航有參與投票 有啊 對 長榮 我要講 長榮 長榮 你們兩個說好不太一樣 不是 這是法規規定 我們今天的母體叫做職業工會 所以我們要以這個名義 來發動罷工 我是不是所有職業工會的人都要投票 好 大家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設了雙門檻 我們是不是設了雙門檻 我們按照法規整個職業工會裡面 過半同意我們這個罷工的議題 我們就可以罷工 可是我們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 我們還設了第二道門檻 我們要長榮自己的會員過八成 我們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數字 只要長榮航空自己本身過八成的會員 投贊成票 表示我們不用靠華航的任何一票 我們就可以過半 我們為什麼要設雙門檻 而且是高標雙門檻 為什麼 第一個門檻如果沒有華航 那一千多票的話 我們一樣過關 我們目前一樣過關 我們目前一樣過關 可以 3200個會員投出29900 公會就是擔心這種質疑 公會就是擔心這種質疑 才做雙門檻 所以請大家不要再針對這個討論了 這只會讓我們覺得 你們都沒有關心 你們不但沒有做功課 而且你們真的有關心勞工議題嗎 有關心老闆 為什麼沒有關心勞工議題呢 因為我們影響到所有的人權利 你們做了雙門檻 你們只有關心你們的權利而已 所以你有關心到社會的權利嗎 我們節目呢 不是關心勞工議題 我們是關心這一場罷工 我們關心所有人 包括沒有辦法做飛機 沒有辦法出國 包括即將要倒閉的旅行社 當然也包括 長榮航空員工的權益 以及長榮航空這家公司的營運 我們都要關心 我們不是只關心長榮航空的勞工 來 我想應該這樣講 我們外界在看 尤其是像我們直接關係人 直接受害人 我們在看就是 從華航空服員到現在的長榮空服員 這樣子的整個的公會組織 它不是內部組織 那你看現在的專政幹部 證明部組長跟中部組長 他們也不是空服員 他們也是所謂的專政幹部 他們就是實際上的公運的 這樣子的做勞工相關的公運人士 所以說趙桃重回覺得說 這一次整個討論的內容 都是以公會要求為主體 尤其是淨搭便車是誰要的 淨搭便車其實是公會要的武器 因為有了這個武器 他們才可以去跟資方做對抗 這個在國外已經很多年了 這我們都理解 但是我們要做 要給人外面感覺 給我個人感覺是 現在就是整個公會要的 跟這些被在罷工的空服員要的 不見得相同 不一樣 因為已經有很多公服員說 我沒有想到 我當初投這一票 我本來以為爭取我自己的權益 但我沒有想到 是這樣的突襲師罷工 我沒有想到 他們所爭取的第一票 對不起我這邊一定要嚴正的 嚴正的抗議打斷 有沒有這樣的聲音 絕對 一個都沒有 我怎麼能跟你說數數字 但是請看現場的情況 今天剛剛講了 講了這麼多有爭議性的抹黑造謠好了 為什麼我們現場還有2,200本護照以上 為什麼 大家想想為什麼 你認為我們十幾二十個幹部 何德何能 可以綁住2,200個人的三保護照 放在那邊嗎 大家簡單的思考這件事就好 我們何來霸凌他們 每個人有手有腳 甚至一個個都比我強悍的都有 請問我如何綁架這2,200以上的護照 我就這樣問大家一個問題就好 我如何 我如果做到了 我如果做到了 立委我來選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這個證件 你就馬上還 對啊 我們沒有不還 但是剛剛家瑋解釋過了 這個有一定的程序 而且也真的的確還給人家 叫人家進來都很快 人家要出去都很慢 不會 我們這個罷工的訴求 是經過投票通過的 我覺得你們給大家的感覺 社會的輿論就是這種感覺 好來 那我覺得好你們之前的這個 你們的要求是從90塊日資費到150塊 我們想說 因為這個外界會說你們是要比照華航 那你們到底是怎麼 這個數字是什麼算出來的 因為現在也有人批評說你們 他沒有PO 他沒有公布 對 有人批評你們是漫天喊價 那有沒有對話說一下 我們來看 到底是不是漫天喊價呢 公會公布了為什麼要150塊的理由 他們說是以中央政府各機關派付 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的 日資數額表來做計算的 以公務人員出差來做計算的 那當然就有人打臉了 說你們知不知道公務人員的支出費 是含住宿費的 你們知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對 詳細的細節 對 你們不曉得 那也就是說 當初你們在計算 你們跟人家要150塊的基礎是什麼 合理性在哪裡 那如果你比較公務人員 人家公務人員是含住宿啊 問題是公服人員 住宿是公司給的啊 所以公司才會說 你們這150塊是漫天要價 但是我請問嘛 我們是一個特殊的工作狀態 你把組員帶到國外去 你要如何管理還有保障安全 還有準時性報道性 當然要管理也要保障安全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當你們提出訴求的時候 就像黃先生所說的 你們到底怎麼計算 你們的合理性在哪裡 好 我現在來回應您 簡單回應 沒有那麼複雜 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爭取會員加薪 那加薪的基準怎麼算 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以長榮跟華航的薪資來比較 我們新進的員工 比較下來 最資錢的小妹妹 她活生生一個月 平均大概就是少一萬元左右 那如果像我這樣資深的 各職級不同的狀況的 可能會到兩萬 甚至兩萬多 三萬 越老的就越差越多 我們就抓最低的水平來看 差一萬塊的這個差額 所以你們要加薪 然後因為必須找一個明目 就用日資費 然後必須找一個理由 就說因為比照公務員 妳講的是月薪還是年薪 是比照華航 對 我們基本上是兩家規模相當 其實比照華航 比較公務員 這是因為你們自己PO出來的 沒有錯 你們到底 你們當時計算的基礎 是比較華航 還是比較公務員 妳可不可以講清楚 我們當然同業間要做比較 所以比較華航 對 但是我們也可以提出 這樣子一個參考標準 是沒有相差太遠的 妳什麼比較都Cue這個 我告訴妳 妳假如比較中央政府的公務員的話 網友曾經比較過各項 包括 對 它那個住宿 中央的公務員的話 住宿是占了七成 所以你扣掉了住宿了以後 其實是80到106塊 最多106 你們要150 然後沒錯 曲小姐妳講說 我們很辛苦 我們比較這個 華航 公務員 但公務員比較的時候 我告訴你 公務員的年終獎金 你知道最多只好1.5個月 是啊 你們有時候會花到4個月 對啊 要不要跟著公務員來比 好 一筆一筆 我這個地方給你 你要150我給你 你年終獎金 以後就是1.5個月 因為你們過去幾年是你們 你們跡下的確是比華航好 所以你們年終獎金 也比華航多 兩個多月 你們要回算回去的話 其實年薪應該是差不多的數字 但是一旦遇到虧損的時候 長榮裁員是毫不熟軟的 那因為你們是民機扣 跟公務員都擺不來 台積電 台積電哪一年賠錢 台積電都會裁員 你們又忽略了一點 華航還有保證 第13個月的薪水 所以以他們 零兩個多月的年終 加這第13個月 他們就是3點多個年終 他們還有三節獎金 好 如果要這樣比較的話 我曾經有邀請過 也是在這一次 巴工行動的空姐來到節目現場 他也是說 我們要比照華航 那因為有網友整理了華航 跟長榮的收入比較 這頭不僅只是包掛基本底薪 也包掛年終獎金 包掛紅利獎金 業績獎金 甚至包掛有沒有含早餐 包掛報導的時間 雙方的計算基礎不同 所以在多項比較之後 除了日資費華航比較高之外 其他的都是長榮航空比較優渥 那我就問了 我就問了那個空姐 我就問他說 那既然你們要比照華航 那不如通通拉齊了 就是年終獎金也一樣 日資費也一樣 也沒有早餐 紅利也一樣 包括報導的時間計算基礎也一樣 你願不願意 他說不願意啊 他說不願意 他說我要日資費往上調 可是其他我不願意往下降 那這樣是不是 第二個你說 萬一將來公司虧損 有沒有可能把我們裁掉 或者沒有那麼高的年終獎金 那是萬一 那是沒有發生的事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不是只有長榮航空 就是華航虧損也有可能砍 就是台積電虧損也有可能砍 那你去講那個萬一 其實是除非公司曾經過 否則以這幾年來 他就是每個月發四個月獎金 他就是每一年調薪比華航來得高 他每一年調薪就是七八千塊到一萬塊 我們真的曾經發生過 要求我們減薪啊 你若不接受就是直接被裁員 公務 公教人員都可能被國家裁的 你去講那個有什麼用 對 是對不對 你去講那個未來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 但是眼前你們的待遇 跟華航就沒有輸完 我要講這張表是錯誤的 這一張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沒有講到 飛行津貼 所謂的Fly Pay 我每個小時在實際 飛行的那個狀況 每個小時拿多少錢 我告訴你 我的理事長趙剛 他年資只比我多個兩三年 我25年他大概將近30年 我告訴你他的飛行津貼 大概七八百塊 我多少你知道嗎 我只有260塊 還是今年突破天花板 努力爭取才突破的 好 那家瑜我 他為什麼這一點沒有列上去 最關鍵的這一點 他為什麼沒有列上去 情心可異 好 那就應該列上去 所以我直接問 因為我也不了解 你們的薪資結構 我們是看網路上 大家整理的表 我們來問你 那這樣好我直接問 我們也不知道你們的薪資結構 可能包含這個包含那個 包含什麼 午餐費等等 有各種各樣的費用 我只問 你每一年 跟你同樣的資歷的空服員 跟你同樣的 在華航跟在長榮航空 同樣資歷的每一年的收入 不管任何收入 年終獎金 薪水 津貼 什麼飛航 總收入 總收入 那裡全部加起來 我們不要管名目 全部加起來 你和華航 以我的狀態嗎 他們高 華航高 我就告訴你 我大概平均 因為我們比較過了 大概同年資 你年資是多少 25年 25年 我們比較過了 同樣25年我們來比嗎 同樣25年 那些名目很複雜 同樣都叫客艙經理 都是所謂的 同樣的職稱 對 同樣的工作內容 同樣的職稱 對 我大概一個月 平均按照時數差不多的狀況來計算 我少它2到3萬塊 我大概一個月 平均按照時數差不多的狀況來計算 我少它2到3萬塊 那你有沒有把年終算進去 我現在說所有的收入都算進去 好 那我如果再算 你要把所有的總收入 一個月大概將近3萬塊的狀況 我一年差多少 36萬 他們是不是連第13個月 保障薪水算進去 領了3點多個月 我只不過多它0點多個月的年終 你覺得36萬跟0點多個月的年終 哪一個多 而且多多少 好 所以如果 它都是數字很明顯的人 照家園的說法 就是他們確實比華航的待遇低 所以你們就是想要調 所以你們最終的需求就是想要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20次協商中 我們討論過非常多的方案 包括要拉高 拉多 拉多所謂的薪資集聚 就有點類似像公務人員 你什麼年資 什麼值等 分得細一點 然後討論的充分一點 公司拒絕跟你談 公司拒絕跟你談 然後這些都有錄影 會議中都有存證 只是說在沒有結果前 我不能夠公開這樣的東西 公司的資方在會議中直接承認 他講得很婉轉 他說的確啦 我們整體薪資是略訓華航一點 但是他講完這句話 他不跟你談 他不跟你談 我們感覺到不可思議的 就是說因為你的年資已經長達25年 那假如按照你的算法 長榮航始終遠低於這個華航 那你怎麼會在長榮航還待了25年 因為我當時一畢業就進了公司 我就這樣默默的做 你工作5年以後 你發現跟你的一個 比如同學或者朋友 同一個時間進入華航的人 你多少 我差兩萬 你怎麼會待25年 第一個 這是我個人自主 我就很納悶 長榮航到底哪一點吸引你 可以待在這個長期 待應偏低 你還可以待到25年 他不是吸引我 只是我必須告訴你 我們長榮所有的空服員 現在這幾年還比較好一點 過去你們應該都聽說 他只規定要應屆畢業生 我當年也是應屆畢業生 你們自己看看你們家裡的女兒 應屆畢業生 他有多少思考能力 判斷能力 然後他滿懷夢想 進了這個公司 當了空服員之後 他有同事有朋友 有一起關在那個宿舍裡 受訓的姐妹 他喜歡這個工作內容 而且他好不容易完成 這所有的程序 以前25年還是當年這樣容易變嗎 我想今天 因為佳芸他用他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也相信 如果以佳芸 他親身的例子跟計算 如果有機會 我願意報考華航 但他要不要我這麼老呢 我相信 妳應該15年前就有機會 我相信佳芸說 他們同職稱 同資歷 同樣工作的 如果總收入比起來呢 他們說他們是輸華航 今天佳芸用他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是相信的 只是我比較不能理解的是 我們是資本主義社會 聯電跟台積電做同樣的事 聯電跟台積電 工程師薪水一樣嗎 差很多 聯發科跟很多的IC設計公司 也是做一樣的事 他們的薪水一樣嗎 做汽車的 有育龍汽車 有不同的汽車公司 他們的待遇一樣嗎 我們的社會 應該每一家公司的待遇 都應該拉平嗎 這件事我們要好好想一想 因為我們不是共產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 對各家公司依他的營運狀況 依他的薪資結構 來做他的薪資調整 如果你覺得這家公司薪資優渥 福利好 我覺得我喜歡他 我就去上班 我覺得他不好 我當然可以另謀高就 但我是不是可以因為 只因為薪資 除非公司有做一些不人道的對待 如果只因為薪資 我可不可以因為這樣的理由去罷工 去影響全台灣人的生活 然後回頭說我就是因為 我的薪水比華航好少 我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就要罷工 當然不是 這樣的罷工合理性在哪裡 當然不是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叫做打破威權專制管理 大家應該了解嘛 裡面很重要的精神 我們的設定勞工董事 其實也有連結到這一塊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很強力的訴求 就是所謂的人評會要參與 參與會議跟討論 甚至我們希望有表決權 我們要有話語權跟表決權 可是這些公司完全都不答應 那我告訴你 我在公司這25年 我看過多少黑暗 黑暗面 黑箱作業 那你怎麼會享受25年 我覺得你早就應該漂亮 不是好好的 如果可以組工會 他們當然更早就組工會 來改天機會 沒有 我跟你講 如果是因為非安來罷工 我絕對支持 大家可以接受 如果是因為公司的管理我不喜歡 公司的薪水我覺得不公平 而來罷工 你要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企業 你所罷工影響到的是 這麼這麼多人 20萬人的交通跟生活 這是一個大眾運輸行業 那麼我們也想要請 曹龍公司好好的改善 我剛剛在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就說了 他要不要改善是他的事 他不改善他會倒 如果像你們講的那麼不堪 他寧可被桃園市政府罰了100萬 他都不願意改善他超市公布的問題 你不覺得這樣子的非安有危機嗎 桃園市政府花了那麼多的錢 去罰他 結果他竟然兩手一攤 他就是說要罰給你罰 請問你覺得這樣子的公司 那你如果認為他是血汗公司 血汗工廠 那你們就全部跳槽 結果他就倒了 因為就沒有人會進去 因為這家公司 既然鬧得不堪 因為罰工他有沒有正當性 對 正當性 如果說來說去我就是要加薪 為了加薪而罰工 當然不是 對 我覺得你們 你剛剛講的 我覺得你們都不應 你們去公布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對 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鴻海公司 他就是董事長說了算 任何的公司都是這樣 他們有他們公司 每個公司在美國的領域 對 很有風格 你為了這個去罰工 大家當然覺得不可思議 那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持續跟公司溝通 對不對 但是你們用這樣理由 去發動罰工 我們溝通了 溝通了三年 溝通了三年 溝通了二十幾次 這是公司文化 這是公司的文化 文化你不行 公司的文化它就是 文化能不能改呢 他難道幾能 公司沒有叫你 一定要待在那邊 你又沒有牽賣生氣 這裡頭牽涉到二十萬人 不好意思 可以直接走之後 只有張國偉 有辦法想走就走 自己開航空公司 你們當然可以走 我跟妳講 我以前在東元上班 東元也是一個日式的管理 也就是類似你們 所謂的家父長式的管理 我在那邊待到七十一年 我覺得我不要我就走 我走了 我拍拍屁股就走 因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辭職 我最大 老子最大 但是我怎麼可能去改變他 我告訴你 如果有這麼多公司 這麼的不民主 那請你去勞動部抗議 對 對不對 你去勞動部抗議 抗議政府沒有管好 怎麼這些公司寫和工廠 政府怎麼管 但我不能因為一個公司的 企業管理文化 因為這個公司的薪水 跟別家不一樣 我來罷工嗎 我覺得文化是文化本身 他們違法 如果有違法 那當然你們可以罷工 你們可以發動罷工 他們違法還影響非安 他不人道 都可以罷工 其實你們要進長榮 你們已經 對長榮有研究了 他本來就是一種 這樣的管理模式 每一家公司 都有每一家公司的文化 跟每一家公司的狀況 好 我們來看 難怪台灣勞工 就是這麼可憐嗎 因為文化都不能改變 所以難怪台灣 永遠不會進步 就是因為有各位 這樣子的思維 文化不改變 台灣永遠不會進步 你們這樣變成 三個月變成這樣 大家台灣就會進步了 大家沒辦法吃了 我跟你講 你們這樣撥下去 我跟你講 沒人家開公司 沒人家來台灣導師 現在大家應該做的是 如何一起改善台灣的環境 所以要在台灣開公司 就要押詐老公 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誰說押詐老公 他有押詐妳嗎 如果有押詐妳就申訴 我們不是先政府 你們討論 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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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百人為了要改變公司的文化 要綁架我們二十萬旅客 要綁架長榮航空公司裡頭 一萬多名員工 那請問你們 為什麼不要指責長榮的資方 為什麼要借這個事故綁架旅客 不跟我們好好協商呢 所以你們要發動服務協 你們要發動啊 是啊 那我們要求 他跟我們好好談 他為什麼不願意談 你發動發動 你先綁架我們啊 他只要好好談 立刻可以解套啊 就是你們兩個啊 各打一百大反啊 要打長榮談 為什麼 因為你是發動 你們是不是你們發動 爭議的一發 是你們去發動這兩千多人 如果有一天 是長榮航空公司罷工 不給我們飛機坐過 我們也去罵他啊 沒錯 因為是你們發動罷工爭議 那影響到我們旅行社跟旅客 所以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是你發動的 那長榮如果說今天是長榮說 我不飛了 那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那就去看一看 長榮還有活動啊 所以再來 你們一直強調說是 因為這間公司的企業文化 他們的這樣子威權管理 威權管理 讓你們覺得 公司不民主不高興 然後薪資待遇不好 好 我這我覺得 我個人完全不能夠 接受你們這樣的罷工的理由 因為我覺得說 你們對於公司的管理 不能夠適應 如果他是個非法管理 你去告他 我可以拍手 你如果說辛苦 你去台積電上班看看 對啊 一樣啊 沒錯 所以我覺得 環境不會提升 台灣沒有辦法進步 真的就是因為 有各位這樣子的 所以長榮航空 如果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也曾經被評比過 是一個優質的企業 我們淨戶一定是評比錯誤 也曾經被評比過 它是非安 幾乎非常良好的公司 這個公司 如果這麼滿灌 不會灌 這個評比一定有問題 對啊 因為航空是一個特殊行業 它如果不關緊一點 今天你的小班的時間 你知不知道你要調時差 你知不知道你要調時差 沒有啦 有這樣一年 飛機掉了 大家掉了 不然就有東西倒了 我們來對比一下 長榮機長 他們的就是協商成功 所以長榮機長 簽了三年的和平協議 那我想機長他們 還有包括華航機長 他們也就是出來罷工 可是為什麼 機長他們出來罷工的時候 好像大家輿論上面 很多會爭奪在非安問題 疲勞問題 如果你們這次的罷工 是因為你們的疲勞工作 你們的 因為影響著非安 你們出來爭取 我想我們消費者也好 我們旅行業者也好 我們會支持你們 我們支持 如果是因為非安 我們絕對支持 但是如果是因為威權管理 因為薪水太少 你們有取我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過勞航班 從二十幾個 退到十四幾個 再退到九個 九個裡面再告公司 底線剩兩個 這些都是違法抄襲 不斷的被檢舉 有啊 不斷的檢舉了 那家芸 公司改善了嗎 那充服員的疲勞 會不會影響非安呢 家芸 那我完全支持 如果你是為了非安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訴求點 是這個疲勞航班 你要我講一下 那你們第一條 可不可以先來討論 非安問題 討論非安問題 你們第一條討論的是 日之費跟禁搭便車 因為禁搭便車 是不是 不是 你們如果說今天我上談判桌 我迷信 我今天做到談判桌 我討論的是 你們讓我太疲勞了 我們覺得很危險 我們討論疲勞航班 我們絕對支持這場罷工 但是你們上談判桌 第一件事情討論的是 禁搭便車跟日之費 一個是薪水 一個是工會 我要跟各位解釋 你們看到的是 短暫的那一天會議 我們過去二十幾次 前前後後 挪過來挪過去 今天為什麼會設計 那個擺第一題 雙方在會前會有充分的討論 也是經過資方同意的 我大膽的告訴各位 資方為什麼同意第一題 這一題擺第一題 他有他的策略 他有他的策略 你們又被騙了 這一題是你們決定要先討論 據說他們說我們先不要討論 禁搭便車 我們先不要討論 真意性這麼大的 我們先從別的開始討論 我所看到的是這樣 是工會堅持要先討論 日之費跟禁搭便車的嗎 不是 是他 那個是會前會之後 他的協議 那是公司跟我們先的協議 而且不是第一個日之費 不是被他找到 是否在我們 claimed 封印的協議 那是柔議 說得到 非常大 也請問 他要詐質地